歡迎小看二分之一起來 歡迎小看二分之一起來 歡迎來到女人的電腦 小梁哥 跟你講這些外國人 你不要看他們平常人模人樣 其實他們表裡不一 是不是 你看 大家的印象中 日本人應該是很有禮貌 知所進退的嘛 對不對 好像有道理耶 對不對 而且你看佩德羅 人家一般印象裡面 西班牙是個熱情奔放的國家 對 人家只是不愛穿衣服好不好 你在想說 德國人 對 比較固執堅持己見 對 很難溝通 對 對 賀少俠就是這樣 所以總有一個是對的嗎 對 但是你以上舉的例子是很好 謝謝 可是要跟我們今天要聊的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拆穿 這些假面鬼 今天要聊一聊外國人 到底有多假面就對了 對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凡事都是盛裝打扮 一副優雅美麗的感覺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大家歡迎 台灣團 當然對面呢 人前人模人樣 人後鬼模鬼樣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大家好 一般人對於外國人 都有刻板印象 認為他們應該是怎麼樣 但其實他們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今天就來看看 這些各國的刻板印象 哪些其實是錯誤的呢 聰多 你今天這個背心是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演藝界做得不好 現在在買牛排店 對 歡迎光臨 神經病 沒有啊 因為我跟他幾乎的 這個一開始就破題 這個GINO講最來勁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當初草創時期 他們非常的要好 蛤 小梁哥你 你直接講到重點 是不是 以前我們一個禮拜 後面三次的朋友 對 那時候我兩個很苦 我們沒有工作 沒有節目 沒有戲可以拍 一起運動 一起聊天 喝咖啡 然後要一起加油 現在我們三個月 大家只能碰到一次 他沒空啊 我跟你講他已經兩個禮拜 沒有來這裡了 你們也碰到這樣的狀況 對啊 都碰不到他 然後我最後一次問他 我就說 真的都碰不到面 他說 聽說忙到最後說 浩子跟阿翔 阿翔 阿翔 不願意跟他主持 對 有聽說因為這個節目這麼久 因為他的介入 這要問他本人發生什麼 你忽然到什麼之後 不是啦 我們現在想要知道 他現在的收入大概是幾位數 因為我們要把這一段寄給國稅主 我有腳碎 你有腳碎 是不是該給一點時間 讓孟多解釋一下呢 好 以上呢 講來我們的主題 就是除了孟多這種惡劣的行為以外 外國人呢 對你們國家的外表 有沒有常常什麼錯誤的這個 印象 幻想 讓你們造成困擾的嗎 有嗎 來 我有 你們對日本人的影響是這個吧 應該是這個 時尚花美男沒有像韓國 哪會 時間在日本都會這樣啊 解釋師 哪是時間 對 以前有什麼SMAP 這個是視覺系的 視覺系的 然後那個什麼 什麼東西啊 什麼的啊 主演內峰 對 主演內峰 那跟你的關聯性是 沒有 沒有 主演內峰是誰是比較像我的型 比較美 什麼東西 你好好講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喔 你們每次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你很不像日本人啊怎麼樣 就是一直在欺負我 我跟你講 但是呢 很多就是台灣的製作單位 外景去日本回來的時候 每次看到我就說 孟多你真的很帥 下一位 我想阿鑫老師 我想阿鑫老師的笑聲應該已經代表一切了吧 不是 說真的啦 因為第一個 日本人啊 就是每個人都眉毛很細 大概我的一半細 然後呢 他們頭髮就是那個 刺蝟頭 對 然後主演的是每個人都很瘦 瘦到就是一張主演那麼瘦 所以你就是在針對FUMI就對了 對啊 可是FUMI才是我們印象當中的日本人 對啊 沒有 所以阿就是你們覺得其實說真的 孟多可能是日本的原住民 對 對 但是你講得沒錯啊 因為我是九州人 其實九州南部跟那個 像東京啊 其實臉不一樣 就是像台灣南部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臉就是鄉下臉的意思啊 你可以好好講嗎 我的臉 下面一位 我要幫孟多講話 因為他真的在日本算帥的啦 什麼算帥 是帥 算帥的 對 為什麼你有這個作品的腔調啊 對啊 我是從小看那個漫畫嘛 動漫 齊龍珠 什麼浪人見客 覺得日本是一個就是很夢幻 都是英雄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到國中認識了一群那個交換學生 日本人 他們都是像他說的有一點娘炮很瘦 然後那個外表不優就算了 他們也是社交障礙很嚴重 就是 對 社交障礙會很嚴重 就是不會跟人家聊天的那種人 對 害怕那種內向 對 比較窄這樣 對 所以我對日本男生就 男生就有一個失望 但是那個時候我剛剛是那個青春期嘛 就是開始對女生有興趣 開始看那個從動漫 開始看日本的日劇跟A片 那就開始對 開始對那個 有愛情動作片嗎 日本的女生有覺得 日本是一個天堂嘛 就是到處都是正妹 但是我第一次去東京就發現 我在路邊一直找一直找 可能一百個女生有一個 是像那種日劇或A片的那種正妹 對 沒錯 然後我們都發現其實 那個正妹的比例最高的地方 就是哪裡 台北 這一點其實跟韓國滿像 我們看韓國女生都很漂亮 很漂亮 可是在街上很難找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你看喔 你們剛剛講了嘛 就是說日本的電視裡面的男生 女生都帥有漂亮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就是那個路人就是不怎麼樣嘛 對不對 但是台灣很奇怪 你看你們這些齁 就是這些藝人長得不怎麼樣 但是就是路上都不怎麼樣 對 喂 好像講話 喂 你現在真的是去東京嗎 對啊 你過來 我會死 你嘴巴喊的啊 我會死 不是說下面一位嗎 怎麼他又再講了 他又接回去啊 他一次攻擊我們三個 我們是長多差啊 沒有 一二三四五個啦 對 我們看現在第二排啦 第二排 第二排 我就講韓國 韓國就是體壯腿長 然後 精緻娃娃臉 真的 韓國歐巴我們講都是高的 對 然後腿很細都娃娃臉 對 但是這都是 刻滿意向啊 因為韓劇造成就是我們的困擾 因為其實韓國沒有這麼帥 也沒有這麼高 可是其實韓國男生是不是平均身高還不高 對啊 日本人比的話韓國都很帥 比日本高 對啊 這會是你個人的抱怨啊 對啊 我可以看看你的身高嗎 那你多高 我一米 大滿高大概其實 我一米七七十七左右吧 那也不矮啊 對啊 那也不矮啊 他們以為是 就是更幾米還那麼帥啊 要一百九 你不是首爾人嘛對不對 對 我不是首爾人 請問一下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鄉村俱樂部 好相似 而且很 有入會會員 蛤 那請問一下林敏昊跟 都是鄉村來的 送中氣他們大概都多高啊 其實送中氣沒有很高 你這樣拖他下水就對了 沒有沒有 他真的沒有很高 我有看過他本人 而且你在講他身高沒有很高的時候 為什麼你嘴角上揚 他就開心 我很開心 對啊 然後就是很多台灣人就很賤 有問我 蛤 你是不是北韓人 這樣子啊 就很賤啊 以後我就回他 對啊我是北韓人間諜來抓你 那德國呢 德國 我覺得台灣人對德國人的課本印象就是 你 金髮閉眼 然後就是雕像臉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 那個課本 你在說你自己嗎 你現在講的這兩個字 就是在說你自己嗎 在說你自己啊 不是啊 我沒有金髮也沒有藍色眼睛啊 不是 可是你 雕像般的臉龐啊 這個 這個課本印象 我真的不知道來自哪裡 因為其實我們德國明星也沒有特別好看 德國很奇怪 我們的明星長得跟路人一模一樣 真的 完全沒有差別 甚至很多路人比明星還好看 哪位 你 你 真的 他講的也是有道理 他講你不會認識 不是 你可以提供 你也可以提供照片啊 X-Men的Magneto 各位 Fastman的比較帥 可是他還不是在德國長大的 反正我覺得這個課本印象 讓我覺得很煩 我是那個德國的男生 我沒有研究的那麼細 但是女生 我也是對德國女生的外表滿失望的 因為我們在南歐也是有那個 就是課本印象 德國或北歐的女生是 經法必然的大正妹嘛 我們從小都是看那個 叫什麼 柯萊迪亞學佛 Claudia Schiffer 那個名模 長大 對 那 我大學的時候 去那個左派的智庫的論壇 在那個佛萊堡 我在那邊也是 一直在路邊找這種女生 但是我看到的都是要麼是胖的 要麼是 不是胖的就是很大隻 骨架框的那種比我高的 然後 因為男女平等嘛 他們就不化妝 也不會像台北的女生 穿得那麼性感 都穿得跟男生差不多 對 就是這個感覺 真的假的 而且他們的個性 也是很有主見的女生 所以就 我在那邊的感覺是 他們都比我男人 確實 然後真的骨架很大 有的時候肩膀比你們寬 就是比台灣男生寬 真的啊 很Man就對了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